鐵道旁警方和見識人員拿著相機進行蒐證 原來鐵道旁疑似出現人體頭蓋骨殘骸 警方到場蒐證就在距離一公尺的草叢處 再度發現大腿骨 而頭顱和身體已經分離 而且已經風乾多時 懷疑案情不單純 3月9日下午台鐵山坑車站旁邊 軌道疑似人體頭蓋骨殘骸 台鐵各級上下列車均會受影響 全案將於近日內報起基隆電解署檢察官相驗 令調閱相關監視器及列車行車紀錄器以釐清案情 隔天警方將骨骸送到殯儀館 下午檢察官進行相驗 發現骨骸已經年代久遠 要釐清身份有困難 鐵道間既然出現人體骨骸 警方不排除是遭人惡意丟棄 或者從火車上丟下來 但附近並沒有墓園 因此疑點重重 仍有帶警方調閱附近監視器 來釐清案情 記者黃紹明金融報導 記者黃紹明金融報導